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爱上听书,祝大家听书愉快。 今天为你讲解的这本书叫做《事实》,它的副标题是用数据思考避免情绪化决策。 说起情绪,它是在现实中影响我们决策方向十分重要的因素,而最负面的影响就是带给我们主观思维。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个科学实验将一到六年级的学生分为两组,让他们去做一些稍有难度的题目。 其中一组采取鼓励的方式,无论学生的题目做得多差,都去鼓励他,不要紧,这是正常现象。 你好棒呀,又学会议题。 另外一组采取打击刺激的方式,哪怕几乎全队也告诉他们,这是题目简单,没什么好骄傲的。 经过两周的练习之后,你猜,是鼓励组还是打击组的成绩更好呢? 大约有80%的人说鼓励组的成绩更好。 其实这个时候,大家就陷入了情绪化决策,当中选择了片面型的答案。 其实在实验结果中得出的数据是,对于低年级的孩子,的确,鼓励能够让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面对难题。 然而,大部分高年级的孩子,在打击组才变得更加优秀。 大部分人都选择错了,本书的作者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在AB两个选项中有一个正确答案,哪怕是黑猩猩也有50%的几率选择正确,而人却不到20%呢? 难道人的智商还不如黑猩猩吗? 当然不是。作者说这是人们的固有思维本能在我们的大脑里作祟,容易让我们根据以往固定的经验,来对事情做出决策,阻碍我们对世界的正确认知。 本书的作者是瑞典作家汉斯·罗斯林,他生前是一位世界卫生学教授,专攻统计学和医学。 他经过几十年的演讲和统计,列举了十种给人类决策造成负面影响的固有本能,并且一一给出了相应的对策。 不过今天,我们先打论一下作者的排序,从三个方面来带大家认识这十个本能对我们造成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应对。 第一方面,人的固有本能有哪些类型,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二方面,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固化了自己的思维本能? 第三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利用哪些对策对抗这些思维本能,防止它们禁锢我们的认知呢? 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方面吧,人的固有本能有哪些类型,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个让学生做有难度的题目,就是一分为二。 这样的思维容易让我们认为这个世界非黑即白。 再举个例子,在上学的时候,人们常常说,男生的理科成绩会比女生好,特别是数学。 作者拿出了一大学的数学成绩单,从1980年到2015年间,男学生的平均成绩都要高于女生平均成绩30分左右,之间插了一个巨大鸿沟。 你说这个统计不就是证明,男生数学成绩远远超越女生最好的例子吗? 其实不然,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组数据的情况,也就是单拿出特定一年,比如2009年的数学成绩分布情况,得出的结论却和刚才大相径庭。 几乎每一个成绩段,比如400到600分的男女生数量几乎没有差别,只有极个别的男女生分差比较大。 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房间里有10个人,其中9个都是穷光蛋,但是最后一个是马云。 如果这个时候按照平均之算,这房间的人都是一腕富翁,显然这是不对的。 而另外一个定义以偏概全就更好理解了。 当我们发现一个个例行为时,就容易认为他们的人都是那样。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第二方面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固化了自己的思维本能呢? 第一个原因是,人类记忆里的负面思维在中间作祟,有一个遗传学的段子。 如果把人类分为两种,一种是乐观的,另外一种就是悲观的人。 说我们现代幸存的人都是悲观者的后代,为什么呢? 比方说来了一头猛兽,乐观的人说太好了,我要上去把他抓了,我们就有肉吃了。 而悲观的人说,有猛兽来了,快跑呀。 虽然说是个段子,但我们的确常常对坏事,比对好事更加关注。 就在前几年,温州动车事件和马航事件导致了很多人不敢坐高铁和飞机,因为大家觉得这些交通工具的安全指数太低了。 但事实上,飞机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只有三百万分之一,而汽车发生交通意外造成死亡的概率是飞机的一百倍。 所以在面临负面新闻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恐惧,而在恐惧中,我们又会产生更多的情绪化决策和认知。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及时更新我们的认知。 罗斯林教授对挪威的一些中学老师做了问卷调查,迟惊地发现,这些负担着教书育人重大职责的老师,也搞不清楚世界的真实状况。 他们的知识也是错误的。 比方说他们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东亚的部分地区绝大部分人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 他们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上学期间学习的知识已经过时,这些错误答案放在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正确的。 但是,世界变化太快,这些认知没有得到及时更新,到现在,就变成了错误知识。 事实上,很多人走出校园后,知识也没有再次更新,这就导致对世界的认知出现偏差。 第三个原因是,现在很多媒体报道的没有经过正式的消息。 就像2019年年中发生了一件事情,经过媒体的大肆渲染,导致了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与事实相违背。 其一是一个网友发了一条推特,说发现亚马逊森林出现大火。 之后明星跟上,指责对方政府,为什么大火烧了16天,没有媒体报道。 接着各种标题的新闻都出来了,什么大火至少烧了三周, 亚马逊森林哀鸿遍野。 配图让人心寒,文字特别煽动人心。 得到了无数的阅读与转发,指责政府的无能与地方媒体可以压着新闻不放。 可是,事实是什么呢? 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其实雨林着火是一件常有的事。 仅仅2019年1到7月,巴西就有7万多次火灾, 并且有一半发生在亚马逊雨林。 而这次大火并不是连续的,而是断续发生的总和。 并且,今年的火灾比以往发生的次数有所回落。 不仅如此,很多媒体公布的图片都是造假的。 有的是别的地方火灾的情况, 有的是很多年前发生在亚马逊的情况。 总之,如果一两个媒体报道,我们可能还能理性思考它的真实性。 但是,大量媒体报道就导致我们被信息轰炸,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的认知。 第四个原因,我们的生活环境让我们的思维固化。 罗斯林教授在书中举了一个比较惨痛的例子。 早些年间,有一次欧洲的孩子去印度交流。 在上电梯时,一个孩子试图用脚来干扰即将关闭的电梯。 可是这次电梯失灵了,他的脚因此被夹断了。 旁边看着的印度孩子就说, 他怎么能这么傻,为什么要用脚来阻止电梯关闭? 旁边的欧洲孩子纳闷, 电梯不是只要有障碍物就会自动打开吗? 在欧洲的大部分城市的确如此, 但是那时候的印度电梯门却没有这么灵敏。 人们的固有思维让我们在成长环境的舒适区待得太久, 总喜欢拿着自己固有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上的事物。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三点。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利用哪些对策 去对抗这些思维本能,防止它们禁锢我们的人知。 第一,用数据思维多角度来观察事实。 就拿刚才提到的人们的一个本能一分为二来说, 之所以人们看了数据还对事实有很大的误解。 是因为人们使用的数据过于单一。 我们不应该只看平均数,不要比较极端的情况。 从1965年以来,美国人的平均日收入都是高于墨西哥人的。 2017年的时候,美国人平均收入是墨西哥人的六倍。 所以,所有的美国人都比墨西哥人富有吗? 其实按照分布人数来看,墨西哥人和美国人有很大一部分收入是重叠的。 这一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得到应用。 比如有很多打分制的比赛,为了避免极端情况导致比分失调, 经常会采用去掉一个最高分和去掉一个最低分的方式。 第二,遇见紧急状况,我们需要控制自己的本能,循序渐进。 罗斯林教授在书中说过, 他曾经在紧急情况中就做出一个十分后悔的建议。 有一次,某地区发现了很多人得了一种奇怪疾病, 教授认为这是中毒现象。 当他和市长讨论时,市长说, 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军队设置路长, 并停止所有来往此地的公共汽车? 教授说,对的,必须马上行动。 第二天早上,在海边发生了一起事故, 有二十多个妇女和儿童死亡, 因为他们不知道情况, 看见等不来公共汽车就坐上了一条船, 随之遇见了风浪。 教授看到后,无法原谅自己这个在匆忙中做出的决策, 因为后来发现,这次事情是自己的误判,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那么,遇见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深呼吸。 当你在手忙脚乱的时候, 你的大脑分析工作很容易停止, 这时候你应该给自己更多的时间让自己思考, 我们并不一定需要采取行动, 很多事情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其次,坚持了解真实情况或者基础数据。 如果一件事情真的是紧急或者重要的, 那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持续的观测, 并在这个过程中秉除那些无关的数据。 接着,要警惕那些带有偏见的言论, 任何关于未来的预测都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所有的预测都必须考虑到未来的不确定性。 您应当坚持对预测有一个全面的, 包含多种情形分析的了解。 永远不要只看最佳或最差情形。 并且要用这种预测和历史上发生的事实相对比, 来检查这种预测方法的准确度。 还有小心过激行动, 尽可能了解激烈行动的后果和副作用。 了解这一行动的理论依据, 应当稳扎稳打地取得现实的进步, 并且在过程中持续观测实施效果。 通常循序渐进的方案, 总会优于大刀阔斧的行动。 当我们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本能之后, 一定还要注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只有不断扩充杀新自己的认知, 和切身处地的体验陌生的领域, 我们才能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和事实。 好了, 那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讲到这里,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分享了作者亲身经历的案例, 我们得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是我们的本能在影响我们的决策和对他人的认知。 其次, 我们了解到, 对我们固有本能产生影响的原因分别是, 记忆遗传, 成长环境, 新闻报道, 和我们没有主动刷新大脑。 最后我们分享了两种根深蒂固的本能, 我们应该时刻把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放在心上,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来杀新我们的认知, 用数据说话, 避免情绪化决策。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别忘了订阅爱上听书, 听书学习, 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